有些心理想 办公室内操打键盘 仔细核对资料 上班族辛苦工作一辈子 退休后也享有稳定生活 但劳保危机适中存在 尽管政院年年溢注资金 2020年200亿 去年220亿 今年更编列300亿预算 让劳保延后破产 不过最多恐怕也只能撑到 2028年 我们的基金累积的医额 大家都很关心的 转为负责的年度是117年 那劳动部会来一定会 定期密切来监控 这个劳保的财务的状况 请劳工朋友们要放心 劳工朋友真的很难放心 因为最新精算报告出炉 劳保基金连续5年 入不敷出 去年前10个月收支逆差 高达239亿 潜在债务更上看11兆 尽管破产年限比预估 晚上2年 但2028年倒数计时 届时现金流见底 给劳工的保障变成空投支票 改革迫在眉睫 当我钱不够的时候 我就是要开源节流 那开源就是多缴保费 节流就是给的钱给少一点 财务的恶化 基本上就跟刚才所讲的 人口结构有关 所谓部分提存准备 就是就每一个世代的人来讲 或是就每一个人来讲 你缴的钱 跟你未来要领的钱 绝对是不够的 除了调整保费外 专家认为政府一定得想办法 另筹裁员 毕竟每年撥补两三百亿 并非长久之计 就怕未来 早前的轻壮世代越来越少 令退筹金的长辈 反而越来越多 投资报酬率增加到6%以上 那或许我们未来的 不但现在的现金 基金的余会越来越多 甚至未来的请安债务 也会可以得到一个解决 劳动部承诺会把投资 报酬率从3.5%提升至4% 但就怕距离2028年 至剩下6年 不从根本解决问题 还在奋斗的中年人 年轻人 未来退缩后只能靠自己 欢迎收看张家宝 陈敏珍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